逸儿时南方同乐会巡回展活动来到了花莲 慈济的慈善事业基金会和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合办的逸儿时南方同乐会从10月15号正式的展开 展览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4号 活动现场是在花莲的敬师堂 欢迎花莲邀约大小朋友 一起来认识新住民国家的童年文化 认识新住民国家童年文化 15号开始在慈祭金石堂正式展开 先会展出5个国家 包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 坚布在的风俗人文 以新住民的童年成长观点 分享童玩、零食甜点、童谣 传统故事与衣着各阶段不同的文化礼俗等等 主要是针对于 也是算是我们国家对往外推展的一个政策 主要南向 以及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情结构的改变 都有很大的一个意义 我们也知道新住民也好或原住民也好 或再过更早推演 那有来自各个地区 包括大陆地区 包括其他地区 都来到台湾这个地方 那主情的融合 怎样的和谐 我们的彼此尊重 那怎样能够打探我们临近 那在文化成长背景不同的同时 我们自己也能够兼容 让我们也能够视野往外看 所以希望这个展览 我们期待它以后 让很多不惜我们下一代的 这些小朋友们能够来吸收 那在这个展览的内容 也创造了很多有意义的 我们就吸引小儿子来参与 那借由互动的过程当中 然后生日留意 月二十南方同月会活动 是由此季慈善事业基金会 与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合办的展览活动 每个月第二第四周 星期六下午有各国同玩体验 也欢迎欢迎乡亲大小朋友们 前来认识新著名的童年文化 记得终于华世伯导